日前发生的这起社会案件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名男子呢 他的父亲中风 因而出现了失禁的情况 没有想到就被儿子当街呼了巴掌 在网路上是掀起了一片谩骂 现在呢 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就认为 与其谴责儿子 不如应该要去了解 这些照顾者的内心压力 根据统计显示 目前全台就有75万名失能失智者 其中呢 有不少照顾者正值中壮年时期 特别辞去了工作 回家照顾家人 但是长时间脱离了职场 也让他们学习步调变慢 因此呢 家总就跟咖啡店的业者合作 聘雇了照顾者来担任员工 让他们能够逐步重返职场 当街狂乎亲身父亲巴掌 原来是因为中风的父亲 还来不及进入超商 在马路上就失禁 儿子感觉丢脸 外界谩骂照顾者不笑 但看在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眼中 与其谴责他们 不如去了解照顾者的内心压力 如果没办法一起送的话 可以分开 47岁的柔娜现在在咖啡厅工作 原本同事美术编辑 但妈妈失智只好辞去工作 回家照顾她整整七年 那时候我也好像也爆发出来 因为觉得家里人好像什么都不管 我一个人承受都害 因为那时候 这方面的学习也蛮少 七年没有正式工作 直到妈妈两年前过世 让她充满自责 但在家人的鼓励下 她愿意尝试走出来 隔行路隔山 她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多 越年纪也大 记忆力真的有点 越要反应要很快 看些什么 看我的笔记 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是提示的重点或细节 请做笔记 柔纳在网络上找到了这间咖啡店 在咖啡馆内大小事都要学 这里也是家总和业者合作 提供照顾者一个重返职场的管道 很多这种照顾者都还是中壮年 我们提供一个中途职场的概念 就是你三个月时间 你在这边重新熟悉一个市场的脉动 其实柔纳只是一个案例 家总分析以全台75万失能失智者来看 还有更多隐形照顾者被迫放弃工作 平均我们的调查是照顾9.9年 然后每天要13.6个小时 所以9.9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阶段情绪跟个性都已经变得非常不一样 努力替他们找方法 目前这个照顾咖啡馆12名员工中 有两名是照顾者的身份 计划是从今年6月开始 未来每三个月都会陆续安排照顾者进来学习 就是希望能够为他们寻找继续前进的出口 有点TV 林天佑 张一华 林博华综合报道